杰娜 chỪ弱 大家好 歡迎來到不喜歡的月gage頻道 我是Steven 他erte 今天這集影片 我們要帶大家來逛雷門 大家現在可以看到我跟夏的身後呢 就是來到東京大家一定要來的淺草寺喔 那今天這影片非常簡單 就是我們要帶大家來逛一下2024年的淺草寺 順便帶大家來看一下現在的淺草寺 到底有哪些最新好玩跟好吃的地方喔 那下廢話囉嗦 我們馬上衝啊 羊羽轉過來 整個人轉過來 整個人轉過來 好可以可以 這可以截圖 好 因為這邊人真的是太多了 大家都想跟這個燈籠拍招 所以基本上你要找到很好的角度很難啦 但是你看 貨就是雷門的那個燈籠 你看一走下來這邊全部都是賣那種就是 欸伴手禮啦我們講 你看就有賣那些扇子 你看很漂亮 然後旁邊這邊呢 有有些賣一些他們手工藝品 像筷子啊佛珠等等那些 你看旁邊這邊有賣草靴 這個不算木機吧 這下面 喔那個是木機 但是這個不是啊 草靴 7000元塊 如果是手工的我覺得OK 1000多好像還可以 又是手工的還可以接受 女人總是容易被這種小東西吸引 這些都是配光客好不好 草莓大福欸 是啊你看 那個草莓超大顆的 而且它的麻糬有超多的顏色欸 不行了 這個呢一定感覺要來試一下 好我們從後面這家銀花糖呢 買了一個大福 想說來日本還是來吃吃看日本的大福 欸可是我都不說了 欸它草莓很大欸 滿大顆的 它草莓真的很大 它草莓我覺得跟那個韓國的有得拼欸 兩個一起來一口 它沒有抹茶的苦味欸 它吃起來就甜甜 然後又不會太乾你知道嗎 還滿好吃的欸 我來一口這個草莓大福 內餡很好吃 它麻糬非常新鮮的麻糬是新鮮弄出來的 非常Q 配上它草莓的蒜味跟那個抹茶一點點的香味 整體還滿搭的欸 我覺得上面賣賣的塊不貴欸 說實在話我覺得蠻OK的 它這邊好像有在抽獎 欸真的欸 一千塊 它有韓文所以我看懂 它有寫中文好不好 一次一千日圓 怎麼可能打到一百% 不知道抽什麼 就是它會說中假率一百 意思就是 都有獎 只是看是好的獎還是化的獎 對對對 假已經抽了 它可能抓到晚上都還沒抓到欸 嗨 你給我看裡面寫什麼 什麼 什麼 四等 暖的嗎 嗨 很軟欸 可以啦 你開 千日幣我是不知道划不划算 你開心就好 給大家看喔 你看它這邊是有賣抹茶 兩百塊一杯跟那個草屯丸子 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那邊煮熟的時候 再拿上拌那個芝麻花生粉 好像一串是四百塊 抹茶一杯是兩百 這樣是六百啦 但是我是覺得 這個是來到這邊是一定要試的 所以我買了一點讓西亞來試試看 給大家看到這個呢 是抹茶 你喝喝看 這是抹茶 這是抹茶 我想你應該會愛啦 淡的抹茶可是很甜 接下來讓西亞來試試看這個糰子喔 它這個糰子呢 看起來應該是水煮之後 撒上不知道是花生粉還是芝麻粉 來讓西亞吃吃看 這像湯圓喔 有點像那個 我們去彰化吃的那個 麵茶喔 嗯嗯有一點 真的還假的啊 麵茶 我吃一串啊 給大家看我來一串啊 欸是麵茶欸 還蠻好吃的欸 它麵茶我覺得跟台灣麵茶味道有點不太一樣 對 不知道怎麼講可是很香 它有點加了糖吧 這樣吃一口那個 船子呢再再配一杯抹茶 剛剛 喔好爽喔各位 好高喝啦 呀它這邊有賣和服欸 這是小朋友的 對啊對啊 它應該上面是寫一到兩歲吧 三到四歲 五到六歲 七到八歲 一千塊 可是小朋友看一千塊我覺得好像可以 如果我摸一架材質 看一下材質 菜式超素的 欸這是男生用 他說是什麼 做物衣 那個無印良品很喜歡用的那種 然後摸起來比較粗 這樣一件 一千九百多塊 好像還可以啦 可是我是覺得它材質有點太粗了 欸這個有賣人形燒欸 人形燒是什麼 應該就是那種 像銅鑼燒之類的吧 銅鑼燒 那它呢是五個三百元 喔喔 OK OK 五個呢是三百元 然後呢 十個是六百元 然後它現在一個是八十元 然後那剛剛是說 不要在這邊吃啦 然後到外面去吃 可能之前太多人在這邊吃 所以造成垃圾污染 這個樣子 它這個人形燒好像 都有不同的形狀 你看這個袋子 它好像是 就是把這些東西做成燒 那現在吃了這個 我覺得應該就是這隻鳥 你來吃一口看看 它裡面是紅豆 我以為是奶油 你一定還好 因為現在不愛吃紅豆 看得出來啦 不用命強了 來 給我一口 你乾 有點像銅肉燒耶 對 其實就是銅肉燒 只是把它做成不同形狀 占五個七五塊 便宜啦 只是吃起來比較乾 有點噎滋的那種感覺 欸不過我後來發現 其實走到後面 它有一點點重複耶 還有飾品 其實他們賣的也是 我覺得這裡逛起來 像什麼你知道嗎 像什麼 人事洞 哦 可是算是比較豐富版的 人事洞 人事洞因為人潮沒有那麼多 但是對 西亞講的對 它這邊其實逛起來 我覺得跟人事洞 還是蠻接近的 雖然說這邊的東西豐富很多 你們會不會卡在這裡過去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左邊這邊有非常非常多的燈籠 當你看到這些燈籠就代表 噹噹噹 潛草寺到了 哇 你看 這邊就是潛草寺 欸 牙牙牙 旁邊這邊就是球籤的 你隨便找個空位 欸 你可以上去搖 好 申請 好 申請 你就搖搖搖 搖出來 你就搖啊 搖 搖 搖 出來了 幾號 這位莫名 這是直接擺嗎 蛤 擺嗎 那個 欸 對 擺欸 然後再放回去嗎 哦 對 再放回去 我好像看到已經是不太好了 因為西亞抽到的是壞的呢 所以就是要把它綁在上面去把它劃掉 你就簡單一下就只要把它綁在上面去 就代表西亞的未來平平順順 也代表我的未來是平平順順的 不然我有發覺 不要 我不要 我到時候抽出來是大胸 我之前在裝自然次 他還有大胸嗎 當然還有大胸啊 所以我的算是倒數 你的不是最差的 最差的是那種大胸 他好像還有吉胸 如果我沒記錯 就是一拜半 沒有沒有沒有 吉胸又是非常糟的意思 吉胸又是非常糟的意思 哦 不是那麼極力的極哦 不是 是極致的極 吉胸 大胸跟吉胸 還有那兩個 所以我不是最差的嗎 這個不是最差的 呀 你可以去那個 就是魯巷那些人一樣 把那個煙往身上攔一下 我不用攔得就已經 沒有沒有 可是那是代表 起球好運的意思 你又更需要吧 欸 好啦 那你讓寶寶遠一點 我去就好 我來一下 哦 好嗆哦 都是煙味 可是這是他們起球好運的一種方式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帶大家 去到秦桃室裡面稍微逛一下 大家看我們現在就進到秦桃室裡面了 你看 那個是什麼 你過去丟點香油錢 然後你就可以 就是說出你的願望 看你要不要 不用不用 不要嗎 真的 買包包錢不省 省這個錢 對 竟然參拜過後啊 心情獲得平靜不少 而且我必須跟大家講 我很喜歡 我每次來淺老舍 我都很喜歡它的景色 尤其 謝亞這次來的時間剛好 大家可以看到 後面的那個楓葉已經開始出來 樹葉已經在變顏色 所以 我們會在這邊再待一段時間 然後等到我們 那個 形狀像 顏色不像 就是到時候等到我們回去之前呢 應該會有辦法看到全後的楓葉 你應該會有辦法 運氣還蠻好的 這樣你絕景跟楓葉 全部都看得到 然後呢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2024年的淺草寺呢 其實有個小小的秘密景點 你看 這邊淺草寺一望無盡欸 你看 整個淺草寺都可以看到 下面那邊是雷門 然後那邊呢就是淺草寺 這邊就是商店街 在那個燈籠斜對面的 有個那個遊客中心 它的八樓呢 上面有個觀望台 可以瞭望整個淺草寺跟商店街 好 那今天這影片呢 我就非常仔細來帶大家來逛了 這個淺草寺 感覺怎麼樣 因為這個呢 算是我覺得 東京人氣最高的經驗 除了晴空塔 很難再有東西可以贏過它 你覺得怎麼樣逛起來 我覺得人真的蠻多的 不過它這裡也蠻好共的 很多東西的 對 雖然有些都幾乎都是重複的啦 對 不過可以來這邊體驗很不錯 而且也可以來這邊穿那個骨骑 對 事實上我才正想講 我有點後悔沒有帶夏川 是因為我們剛剛一路走過來 還蠻多人穿的 然後我看真的很漂亮 非常推薦大家來淺草寺這邊呢 可以稍微去穿一下和服 因為剛剛我們兩個看 真的非常漂亮 但是說不定幾個禮拜之後呢 我們也會再拍一集 和服特集給大家 有機會的話 而且不會是在一個 另外一個地方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但是不管怎麼樣呢 我們今天逛下來 我只能講 淺草寺真的有它的美麗 就前面的商店街 雖然說東西有點重複 但是整體逛起來非常逛 最讓我感到驚訝的是 我覺得我非常喜歡它的風景 因為我們現在來的時間 是差不多已經要進入秋天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 其實樹葉都已經開始慢慢在變色 我相信如果等到大家 如果挑準時間 差不多12月初 你那時候再來到淺草寺 相信我 我覺得應該可以算是 你人生裡面最美的景點 不能說是第一名 但是我相信前五名 應該絕對排得到 不過這邊下雪應該也很漂亮 會很冷啊 所以啊如果大家如果有來東京呢 而且你還沒有來過淺草寺的 一定要來試試看 相信我 你絕對不會失望的喔 好啦那今天這影片呢就先這樣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請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加開啟小鈴鐺 還有任何訂閱按讚留言 對我講都是莫娜的支持跟動力喔 那今天這影片就這樣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